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老師 我們這樣幾年視頻 跟著看下來聽下來 包括其他的一些接觸 然後好像也是處於一種蠻胸俠戀的狀態 或者是有時候到後面會砸了 其實很容易 包括假如經常看一度夢的修學視頻的話 其實看上幾年眼前也應該很奇蹟 因為很多東西每天都在講那條路 但是為啥大家就老是履不清這個 因為你比人世界太多的雜物佔據了你的內蠢 就像一個手機鍵 你的內蠢裡面全是裝著這個世界的浪七八糟的東西 其實修學這件事你要不要成功 要不要處理並不重要在你心裡有時候 除非你是苦了你想離苦得樂 知道吧想把這個苦清理掉 想把病治好想快樂一點 所以但這些事知道吧 當你認為你很苦的時候 你已經著向了知道吧 當你認為你很苦 當你認為你已經定義著向了 你說我很苦我不快樂 我是有病的我要把病轉成健康 我要長寿我要解脫我是輪迴的 其實所有的這些不過是 因為大家要交流嘛 總是說有一個 因為你現在在人道嘛 你不知道你的本爵本名嘛 你不知道你是如來 所以總要這樣子說話 然後呢告訴你不要貪裂人道的名利情這些東西 然後去回到你的 有一個 佛說有個涅槃境界可求嘛 但這些事它不應該成為你的認知啊 你如果有個苦你想出離 那麼你已經在人道執著了知道吧 你是出不去的 你知道嗎 所以而且你永遠履不清那條弄 永遠履不清怎麼修行 當你在這個世界下了一個定義的時候 始終認為有一個生滅法 一睜眼看到生老病死這件事的時候 你要從生老病死出去 你已經不可能了 你一睜眼站在這 你的內存裡面啟動的程序就是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一睜眼生老病死 你是個電腦 你啟動了生老病死 你的本爵哪去了 你的原覺境界哪去了 是吧 你啟動了個藏了我鏡 跟生老病死不是就像 啟動了手心手背一樣嗎 藏了我鏡是生老病死的另一面嗎 是吧 你啟動任何概念 你都已經脫離了本命本決 但是你說老實 我不啟動任何概念 我早上一睜眼我傻了 就在家如如不動 我也沒覺得自己成佛 因為你沒有徹底醒來 因為那一分鐘的傻還不能夠正果 因為一分鐘如如不動 你想就解脫嗎 你還在夢裡邊 只不過是你停下了妄想 你在夢裡你沒錯誤沒醒來 你繼續下去啊 你都開始定義 這不是傻了嗎 為啥你說傻了 因為平時你太亂動了 你覺得你太聰明了 一秒鐘不想問題 你就覺得自己傻了 怎麼可能傻了呢 傻著怎麼知道自己傻呢 肯定你不傻知道吧 你是個本命本決坐在這 我是個空姓 空姓就像這個手機一樣 我是個高智能手機 我坐在這兒是吧 我是個高智能 我早上起來 就是承住患空 生老病死已經開手機了 信息已經開始出現了 這個信息是人力的 你知道吧 你已經來到人道了 你本來不在任何一道 但是現在來了 你認定 我是個女人 我是個男人 承住患空 生老病死 我現在在哪裡 現在早上 我現在在晚上 你任何對人力的定義 都是來自於你人力的內蟲 人力的這個手機性能 你已經 這種種種定義 告訴你 你是個人力 不是你是個人力 你才這樣認知的 是這種種種定義 出現的時候 因為你是無我的 你是沒有形象的 所以人就為啥空虛呢 你是大皆空 你本來是不存在的 但是你不知道這點 所以看一眼一照鏡子 你覺得 我是個男人 我是女人 今天早上幾點了 我又起來了 所有的這種思想認知 就開始證明你 你在人道 你在人道 不斷地證明 你是虛妄的 但你永遠不知道 因為不斷地想 不斷地想 你停下來為什麼 西方哲學 有一個哲學家說 我思故我在呢 我要不思考 我就不存在 知道吧 當然他這個我 也是指的人力的我 人性的我 還不是原 不是指的原決心 這說明你每天 在證明你存在 你不斷地要證明你存在 為什麼刷成就感 為什麼要有成就 在這個世界上 要有價值 因為你是虛妄的 否則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誰 你連是不是人力 你都不敢定 你知道吧 你是人力 為什麼想的事情 跟個貓似的 為什麼 我不是說你 你笑 我覺得 我們是人力 為什麼我們好久 覺得像個鳥似的 有的人說 老師我覺得我像個鳥啊 我們是人力 為什麼我們覺得 老師我好像走火入魔了 我心裡魔性大發 所以你不知道你是誰 你啥也不是 你無形無相 知道吧 你不斷地找上一起用 你已經出本名本訣出來 所以連定義也不要用 睜開眼看這個世界 六根就像麻了 戒就像不戒 聽就像不聽 你不動不是聽就像不聽嗎 腸就像沒腸 聞聞就像沒聞 當然這不是在極端的 說聞到毒氣了 趕緊跑啊 不要說聞就當沒聞你死了 吃了個毒藥說吃就像沒吃 你也毒死了 在一開始 你還是在你 比較好的一個修行環境裡 你能承受的感觸就像 離合就像沒有 不斷地這樣如如不斗 修下來 這個六根就轉了 你就回到你本無形無相的狀態 你本來啥也不是 你活在你憋的程序裡 你能不難受嗎 你六根每天早上給你憋程序 從你一睜眼就憋程序 你夢裡邊變程序 變出一大堆程序來 你在程序裡邊還中了麻病毒 然後你不難受嗎 然後你就說我不自在啊 我老是我好不自在 我好委屈啊 那肯定你委屈啊 你是電腦不是程序 你是這個機器 程序每天變的 是吧 你是那個本原啊 要說程序你也是那個 什麼叫原代馬一粒的那個東西啊 我是不太懂程序 你是那個源頭那個東西 別跑到程序裡 自己憋劇吧 所以這個怎麼做呢 睜開眼看著這個世界 看見啥就到沒看見 先從這樣開始啊 聽見啥就到沒聽見 門六根的 從六根開始啊 知道吧 別一睜眼 壞人 好人 善的 醜的 夠的 近的 美的 然後充分證明你是個人 而且是個亂想的人 不停的在那亂想 知道 他不是本能就會感覺到 OK 你六根都是個假的 你心裡本能嗎 我說了你的野耳皮色色是假的 你就相信你本能的反應嗎 我告訴你 我不是剛才舉例就是說 如果我的心肝脾皮色色 零件都壞了 我現在也有本能反應吧 但是不影響我幸福啊 不影響你的認知出問題啊 所以本能能影響你 這個可能性不大 我告訴你 是你始終認為 哎呀我本能就那樣的 我有情緒了 知道吧 你本能不是 情緒生氣了很煩啊 是你定義了 這叫煩惱 你看 頭髮也起來了 這叫怒氣 你頭腦那個定義比他快 知道吧 馬上就定義了 這叫煩 你如果不給他起個名字 那不過就是能量的轉化唄 你不就是身體裡邊 四大地水火風不斷的亂動嗎 火起來了 風起來了 這就是喘唄唄 你還能不讓他喘嗎 是吧 你要不定義什麼叫煩惱 你要不定義什麼叫怒 你要不定義什麼叫怒 你要不定義什麼叫快樂 全不是你認為 對啊 因為你覺得這個絕受起來不對啊 你 是吧 快樂到極致跟憤怒到極致 那個能量是一樣的 知道吧 快樂到極致也是 很開心 跳起來 憤怒到極致也不過就是跳起來 只是你的眼睛 你的臉跟 你認為 這個是他氣我 我才這樣 那個是我高興 我才這樣 同樣是跳起來的時候 你看樂的蹦起來 憤怒的蹦起來 能量是一樣的 但認知不一樣 定義不一樣 我為什麼蹦起來了 你氣我氣的 我為什麼蹦起來了 我太高興了 就這兩個直接不對 這兩個如果不動 你蹦起來有啥意義呢 蹦起來就蹦起來了嗎 是吧 那兩個能量是一模一樣的 知道吧 對 保持絕招 不要下定義嘛 還有本能這件事 剛開始你六個沒有開箭 現在坐地上 先去坐地上 一個人關在房間裡 為啥叫閉關呢 閉關就是因為你 你實在搞不定嘛 是吧 才閉關了嘛 把你一個人關在房間裡 你全世界也看不見你了 你也看不見全世界了 你再也不知道這個倒霉的世界 怎麼樣了 你再也不知道自己 也不用受這個世界影響你了 那個人討厭不討厭 跟你沒關係了 你看不見了 聽不見了 只要你心裡不再咒罵他就行了 是吧 這個世界暫時的清靜了 好 你坐在官房裡是吧 就是因為你覺得你本能的不行 你認為你本能的不行嗎 好 閉關一個人呆著去休息 等你有點功夫 這個本能不影響你的時候 或者這個 慢慢的這個遛根解脫的時候 這個本能就不起來了嘛 是吧 你再出來面對面對這個世界 這個事物吧 但是 因為你在官房裡 你心中還有個世界嘛 所以那也抬不上閉關嘛 只是你也不戒為戒嘛 你做官房就不亂想了 是吧 想得更多 所以如果在官房裡很煩的話 誰也別怨 你在官房裡煩了 這下你就沒得怨了 在外面的話是別人引起的 這世界壞 你在官房一個人呆著 人家誰也沒去打擾你 你煩啥呢 沒得怨了吧 是自己通腦裡邊亂想嘛 這個木馬病毒了 還有什麼病毒 我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 我經常微信上有什麼木馬病毒 是吧 如果心靜下來 就先出不動 不定義 絕而不動 不定義 但沒有能絕的我覺得 一定是六入 這個眼耳鼻舌是 這個入是錯的 六入啊 這叫六入啊 無緣無故覺得 入到我們的空性裡來了 是吧 因為心分別 所以六入進來了 這六個入就是 莫名其妙的 現在影響我們 沒有眼睛 他醜他們 你能看見嗎 是吧 你也不用討厭這個 討厭那個了 是吧 是不是 沒有鼻子 嚇臭你也不用分別了 是吧 這六入有毛病嘛 六窄嘛 否則你身上有個六個窄 每天騙你嘛 是吧 好吃不好吃 苦天是吧 這個蛇 整天騙你嘛 騙你變成人的世界嘛 騙你變成人了嘛 是吧 否則你怎麼能知道 人道是什麼樣呢 是吧 你有個分別意識 不斷的 哎呀那個大那個小那個 那誰教你的 老師教你的 你媽教你的 從小你爸你媽 家裡別都這樣教你的 那還是要加快修正 騙了幾十年了 哦 那是騙了很多事了 還不是這樣 所以你要加快修正嘛 我不是在四上 保持絕躁啊 有時候如果不行 在坐墊上先修 就是一個人先修 家裡弄個小環境啊 自己有個坐墊 每天保持兩三個小時 在坐墊上 或者半個小時也行 看時間了 那半個小時 有時候起來太少 有時候啊 但是沒時間 總比不修好啊 就是在家人嘛 然後不要對這個世界上 如果你說你遇到這個世界 有些事你必須去處理 那就去處理 處理完了把它放下 不要糾纏 成敗得失 你努力了 你那個時候 你的智慧就那樣 然後你就那樣 選擇了 成敗得失由他去吧 也不要糾結了 是吧 失敗了錯了 就錯了 是吧 也不要說 哎呀多難受 那果包來就瘦呗 是吧 因為當下那個時候 你的覺著 你的智慧就那樣嘛 是吧 那就認了吧 是吧 自己比借我覺知轉嘛 是吧 好 去那樣子 去處理事情 處理完就把它放在一邊 昨天的已經過去了 未來的沒來 修裂自己活在當下的能力 每個次要就活在當下 這樣你在當下呢 你就沒那麼煩 知道吧 你喝茶就喝茶 吃蘋果就吃吧 因為當下你也就做點結果 就做點這種事嘛 就像現在當下 大家也沒啥也沒乾 坐在這 是吧 就是大家就在聽聞嘛 聽說話嘛 大家現在就挺放 為什麼不放鬆呢 放鬆就柔柔不得 坐在這兒嘛 心也很清淨啊 過去那些事過去了 是吧 你也不用太擔心 未來來了再說 是吧 如果你連抱都不怕瘦的話 那怕啥 是吧 是吧 我們只是說盡量的別 讓餓包三餓刀的熟了 是吧 我們休息也是不想讓他熟 盡量不要三餓刀熟了 但是來了再說 是吧 天有不測佛 誰知道 是吧 那來了再說 那就在當下安住呗 雖然在當下這一刻我們安住了 但是我們仍然體驗不到快樂的幸福跟安寧 甚至說我們 你不是說安靜了 馬上就像人家說 誠佛呢 或者是說很多在書裡面描述的 哎呀很快樂啊 很寧靜啊很清安啊 發喜充滿啊 心裡邊很喜悅啊 什麼那種 因為你安住了一秒鐘 你才安住了兩秒鐘 所以你時間太短啊 繼續就行了啊 繼續安住三個小時你看 什麼都發生了 因為你經常跑 我就要說 剛開始大家在桌墊上 安住到四十五分 四十五分鐘前一般在亂想 哎呀這兩天 你看嘛 腦海裡邊 就算你已經覺得自己停下來 但是我能從你的腦海 看到你這兩天經歷的是 嗚嗚嗚嗚嗚嗚 就像那從天上往下降的 撒丑暴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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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你看四十五分鐘 差不多就降完了 哎然後又在那吃壓力 嘴裡腿疼 又排著腿嘛 腿疼不行 哎到了四十五分鐘以後 我發現 開始靜下來了 腿疼也靜下來了 因為那個煞車棒落下來了 但是這四十五分鐘 對有些人來說 他覺得他也沒想到行 但是他不能得到 因為這個烘濁的水 開始往下沉澱 那個時候 所以他雖然亂想小 但是也很烘沉 看不清實效 所以覺得沒有收穫 但四十五分鐘以後 基本上有五六分鐘開始清明了 但是又被腿疼啊 身上的絕獸啊 不想做了 煩躁啊 這種又開始 因為做久了 站久了 人都會煩的 都不想做嘛 心煩氣躁 因為專注力不夠 他不能保持一個動作 不能很久 生命無常嘛 所以他就想轉變化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打擾 他就又想起座 所以其實做五十分鐘 基本上我看就是 目前大家修行 做五十分鐘能夠靜下來 再保持在最佳狀態的 就是五分鐘 這還是腿 沒有那麼厲害 那麼厲害的人 就是五分鐘 你只有五分鐘靜下來 還是靜下來 所以大家說沒有得定 這個是有原因的哦 你就靜了五分鐘還是要得定啊 你就要靜十五分鐘嘛 是吧 那今天五分鐘 明天六分鐘了 有時候腿頭我就伸開嘛 是吧 伸開也不一定 你就是出定嘛 出狀態嘛 你把腿伸開也能做嘛 鼻子也繼續不 都這舒服了 再拉回來嘛 但肯定要打擾你了 所以繼續練嘛 說我就做不下來 盔子也行啊 盔子不是現在的屁股 有那種盔子嘛 你盔子後邊還有個坐 或者我坐沙發 椅子都可以 其實其實吉祥窩也可以的 只是你容易睡嘛 休息你要是了解那條路的話 而且感興趣的話 人世間的都行 其實打擾不了你的 大家都是人到終年了 如果你們想這麼聰明 想做的事 誰喊九牛也拉不住你 那你不想做唄 誰能拉住你 你要真想做誰也拉不住 是吧 你會找時間找機會去做的 你會放下一切去做的 只是你對自己的未來不太關心 說句話 你關心當下的享受 你不太關心你未來活得好不好 你只是想活得好 不關心 就像我們跟小孩子 教育孩子說 你你老老怎麼到 你未來孩子說 我還不管呢 父母不經常說孩子呢 說你這樣不好好學習 你長大了 找不到工作啊 或者是什麼 你未來怎麼生活啊 孩子說我還管那些事呢 我當下我想上瓦巴 我就想去打遊戲啊 我才不管未來呢 有的小孩子都跟他媽說 我還活到活不到那麼老還 不一定呢 不是說有淡血活 我今天都不開心 你知道嗎怎麼樣 這不大家也是這樣 其實不太關心未來 是吧 當下享受就把你實實地拽過去了 還有就是大家人情世故太多 就是當下你看 比如說 這位師兄 他小他孫子跟他兒子啊 我是舉個例子啊 拿你 能嗎 能舉嗎 如果小他兒子 他坐在那兒想 他當下就是說 你讓他 就是不小他孫子 是吧 不小他兒子 當下很清晰 從這兒抽離 第一是他可能心上掛 他以為是本能的反應 其實不是 是他享受這個狀態 你知道嗎 他很享受小孫子的狀態 因為他如果是掛著他兒子 掛著他孫子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 他有愛與被愛的那種東西 在他身上 他有人情的東西 對吧 人會留戀這種感覺的 這就是一種習氣 你知道嗎 人情世故是一種習氣 他要是不小兒子 他會覺得自己 剛開始會覺得很無情 你知道吧 他又不小他兒子孫子坐在這 他會覺得很無情 但是慢慢到他 他就出這個 他覺得很硬 心很硬 他就會覺得自己冷冷的硬硬的 他才能出這種群裡面 衝出來 這一段時間是冷硬的 慢慢就清淨了 一清淨就 崩暖柔和就出現了 崩暖的柔和出現的時候 他發現他對 他面對孩子的 跟兒子的時候 他很有力量 他能照顧他們 他不對的時候 不面對他們的時候 他馬上歸於群境 就是說 那現在人家兒子孫子早就睡覺了 人家遠在上海 他現在想有啥用呢 你告訴我 他現在牽掛有啥用呢 是吧 但是他就牽掛 他認為是 哎呀我不是他媽媽 我本能的牽掛嗎 是吧 這個改不了吧 錯了 你要察覺到 就是不是沒有本能的 你就是習慣吸氣 是吧 剛開始改這個吸氣啊 改這個吸氣很難的 你以為你是冷了 就就是 就開始吝響了 你看他就心 就馬上梗子了 脖子 就我要心硬起來 就 但是一段時間以後 他就開始清淨了 清穩清淨了 因為你最牽掛的 就會最影響讓你轟 讓你不清淨 就是最牽掛的東西 就在這晃 就是你是一杯濁水 他一定在這攪你 攪拌你 讓你永遠晃嘛 你最執著 他最執著就是兒子的孫子嘛 他就在佼佼 你就轟著嘛 你轟著 你就六根不清淨嘛 六根不清淨 你怎麼能入丁呢 他現在說 讓他放下孫子 兒子這不是很無情啊 是吧 必不是讓他不愛 放下不是不愛 他現在牽掛其實毫無力量 也沒用啊 而且兒子孫子說 你在千里之外 牽掛我們 兒子孫子很有那個什麼 沒辦法 有時候你這種牽掛 會讓人家感覺到壓迫感 有時候為什麼我們覺得 跟父母在一起說 父母也啥也沒幹 就每天看著你 你都有壓力 因為你心的壓力 你的心啊 你就在他身上 濕濕的壓力 就像洗牌要吸住 吸住孩子 人家覺得不自在知道吧 所以很多年輕人說 爸媽你自己活好就行了 不要管我 是吧 因為我們長大了嘛 但是父母做不到說 本能的嗎 我能不管你嗎 其實他是習慣吸氣 人力是享受 有時候享受苦難的過程的 你知道 他是個習慣 享受這個過程 他覺得這樣自己有存在感 你知道 這個是真的是 自己感覺不到 他有成就感 他覺得自己有情 他覺得自己有愛的感覺 其實如果沒有這個 他會空虛你知道 他啥也沒有 但我們本來啥也沒有啊 你不要以為我們啥也沒有 是個壞的東西 你本來就一無所有啊 說句老實話 這才是你本來樣子啊 你要那麼多東西幹啥 不要在身心裡面裝那麼多 那會擾亂你的親近的 面對你的孩子的時候 你既愛他媽 你全然愛他媽 你為他們付湯到火 你可以為他們做一切是沒關係啊 你現在你想有啥用呢 對吧 這不是沒力量消耗自己嗎 是吧 那要怎麼樣就不嫌自己 想起來就放下 想起來就放下 這不就這麼簡單嗎 能有多複雜的事情嗎 現在他坐在那 他一旦他覺得他兒子 他很在乎孫子怎麼樣 很在乎兒子的事情 很在乎他們怎麼樣的時候 不想 不想 就這麼簡單 說不能不想 吃蘋果喝茶 轉移注意力不可以 念佛號你持咒 是吧 就不想就兩個字 能砸地 我能把你的腦子重組一下嗎 不能 只能是不想 你自己不想 想 你覺得自己在擔心了 不想 你覺得這不想 是吧 沒有放下拿起這回事 就是不想他 不用想 是吧 那如果看著他 你跟他 假如兒子孫子在你面前 是吧 那需要你做啥 你做唄 孫子尿床了 你弄個尿 給他換唄 兒子說媽 給我斷屁水 你斷唄 是吧 你還不動呢 是吧 但是他現在不在你面前 你想著幹啥呢 你也斷不了水 你也換不了尿屁吧 是吧 你不親近的坐在這兒 你幹啥 是吧 他不在你旁邊 回歸親近 就像呢 他在你 就像浪花出去啊 坐車回來啊 你現在回不來 大家 眾生是因為 你們的沒定力 是因為回不來啊 哦 跑出去了 一個人呆著 也是在外邊 是吧 面對他們 在外邊 你的心被牽引著 回不來啊 流浪啊 在時空裡邊 是吧 你回來不就定了 你法身本定嘛 你本來就是定的嘛 空性怎麼能不定呢 你無形無效 空性本來就定嘛 你認錯自己了 你你亂 這個深深淡淡 你是個假校 六根是個假的嘛 你認錯自己了 你才修定修止嘛 是吧 通過修定修止 修定修止 本來就 你在假校上怎麼能定住呢 你給他把個幻境定住 但是借假修真嘛 你這個假校提下來 清靜下來 你可以借助這個假的 你回到你本來定的狀態啊 你空性本定啊 這叫能言大定啊 法身本定啊 休息日會冷漠一點 但是呢 它是個過程 不是讓你冷漠的 是吧 你身邊現在兒子 兒子孫子不在 如果你每天貼掛在兒子孫子 你就不會關心道場的所有人 我是舉個例子 你就心裡放不下你身邊這些人 因為你的心裡掛上了兒子孫子 你怎麼能利益廣大眾生呢 是吧 現在兒子孫子不在身邊 現在你很清醒 那你身邊的人就有福了 因為你如此清靜坐在那兒 身邊的人都會得到你的幫助 很可能啊 只要他們出現在你的身邊 有可能被你幫助的 不管他們做啥 如果他們不願意你就算了 是吧 也不是每個人願意被你幫助的 是不是 就算你 人家沒人被你幫助 你也如如不都坐在這兒 不要找財啊 你也要幫人家是吧 你很清靜啊 這個狀態很好啊 就算你不幫別人認識 別人都不需要這個世界 人家大家都是菩薩 人家誰也不需要幫助 那你還進化空氣呢 你清靜啊 這個牆也清靜啊 你每天都說啊 這兒不是說啊 這樣子 嚐嘛 受你心向的影響 我們是無形無效的 你非善非惡啊 你每天認為這個是餓的 那這個槽裏邊就有餓 你每天往處扔個惡袋 餓的 餓的 邪的 真的每天扔啊 是吧 那這個地方 槽裏邊都有 就是你的心往處冒那些海浪啊 你的認知啊 你以為你的心聲不亮啊 不響啊 你心裡邊每個體系都 你天人都能聽見 是吧 天人都是看你心想 那不過他心通是什麼 天人啊 有五神通的 如來可爹不看你 佛菩薩誰看你的 佛菩薩眾生個幻想誰看的 佛菩薩都沒事看你 他就說哎呀老師你要貪心通 會不會知道我想啥呢 我也不看 我告訴你是吧 沒事兒了 是看你那個想啥呢 是吧 他真是 有啥意境呢 你不就刹那刹那亂變了 是吧 一會兒好一會兒不好 東想西想 一會兒 誰也不收眼 一會兒誰也收眼 一會兒你是佛 一會兒你是眾生 不是在那折騰嗎 哪個佛菩薩會關注你那個亂動的心啊 說你亂動關心你也說你別動了 那不受苦受難嗎 是吧 只有喜歡看別人想啥呢 就窺視欲有隱私的人 才能看你想啥呢 踩一踩你想啥呢 是吧 你是不是罵我呢 這都是人力的 人力的戀根性 人力的詬病啊 每天坐在那兒空虛無聊 看看別人想啥呢 別人罵 有沒有罵我 缺世傑都罵你 別人罵你 看看缺世傑 那叫多疑 知道嗎 如果你心中罵缺世傑 缺世傑都在罵 大家都有病嘛 我的 是吧 病人都說說西說說就是這樣 你去神經病醫院看 哪有一個說真話的 大家都是這樣說話的是吧 東說說西說說 你還在乎神經病醫院那個神經病人說的話嗎 你去醫院看那些病人 一會兒說我是誰 一會兒說我是誰 一會兒罵你 一會兒誇你 就這樣嘛 大家都有病嘛 是吧 就算是有人說你不好 或者說你好 不叫大家就是精神有病嘛 你還在意嘛 是吧 過兩天大家又不說了 病好了 病的時候就亂說嘛 病好了不說了 是吧 是吧 你會在意精神病人罵你嗎 不會的 是吧 我們就是精神有時候經常神經 不要說這個神經 大家以為不好 我們還真是 我發現 比如說睡不好 累也有一點神經衰弱 那個神經 噢 眼神也不對了 就這樣做做做看誰想罵睡 是吧 就是神經痣嘛 那不叫雖然沒有分掉 就是神經痣 半神經痣 是吧 睡不好看微信圈看多了 勞力了 是吧 都有可能 然後看八卦新聞看多了 覺得這個世界太餓了 都有可能煩 看恐怖片看多了 是吧 或者情感殺受傷了 或者是自己 愛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覺得這個世界給了你冷屁股了 是吧 這世界 沒回報嘛 沒回想嘛 或者是自裂 覺得自己太美了 自己哎呀 太優秀了 太美了 太有文化了 是吧 怎麼這世界都配不上我呢 是吧 扶成你就受 這種日子都叫受苦受難 然後前面就是受苦受難 四個字 沒別的 所有的認知都是這樣 那些 還挺辛苦的 有時候都 就幾個認知都認知的 讓自己不想活了 他說我不想活了 就那幾個人認知不轉 沒別人就停在那兒如若不動的 做人不想 你還不能不想 我就不信 你都不怕死 還不能不想 你什麼不想 就兩個字 我就不想 這件事拆下眉頭又掌心頭的 我就不想 我就不信了 三十天就可以 慢慢的兇啊兇啊 六根就開始開解了 剛開始就是那樣的 修兇好像有點變 因為你的六根太真實了 好像怎麼兇也不對 怎麼也把握不住那個中道 好像怎麼也被轉 好像跟自己扭著似的 只不過是一段時間 你繼續就行 繼續放鬆放鬆放鬆 這個六根好像對你影響不大 好像是別人臉上的 你看眼耳鼻子的事情 好像長在別人那兒 跟你的心性影響不大 看見啥了 好像也不影響你心裡 體驗到啥了 覺受到啥都不影響 而你的心是 身體是身體 你心是心 但這不是你靈魂出竅了 是六根開始開解了 六根本來就是個假的 知道了 開始四大開始空了 六根開始分解導致的 因為你六根六弱 有個眼耳鼻舌生意 這六個入啊 六入啊 投胎的六入啊 是你一個分別念導致的 所以你那分別念停下來了 六入就沒有一子了嘛 它慢慢就開解了 外景就會消失了 所以只要你堅持就行 別人說啥不要在意 你修行的 你要出人道的 肯定人家覺得你怪怪的 是吧 然後人家問你 你是啥 我是佛啊 佛是啥 我哪有 啥也不是啊 這不是怪怪的 這說話就怪怪的 是吧 啥也不是 你還是不是個女人了 不是啊 我不是六道 任何一道啊 不是 是無形無相 人家說揍你 看你有相沒 疼不疼 疼 然後還是無形無相的 是吧 雖然疼是我沒稱佛 我還沒稱到 成了我就不疼了 是吧 還是這樣認知 那肯定你的間諜完全不是人類的間諜了 你是修正者 知道嗎 在地球上了知真理的 準備錯誤真理的 你怎麼能跟紅塵裡面 滾滾滾滾滾滾的一些 不準備了知真理的人 你能一樣呢 你的間諜肯定不一樣嘛 否則你怎麼能了解真理呢 是吧 但大部分人都會罵你的 都會覺得你有問題 但是知見 那是知見 對眾生你保持慈悲就行了 不要說 哎呀你們第一 你看我要了解真理 你們還罵我 是吧 是你不想做人而已啊 是你有問題 真的有問題 因為你不想做人了 你不想要從人到處理嘛 那還有 這叫首先是人怨 後來就叫魔怨 人怨嘛 就是你身邊的親人朋友 開始怨你 因為你要從人情世故裡面 你要往處走啊 他肯定怨你嘛 是吧 他習慣了跟你的關係 這種你是誰啊 我是誰啊你是誰 是吧 到最後連魔都怨你是吧 你要出三界了 是吧 心魔 道高一次魔 高一丈 為什麼魔怨 你要解脫 你是六 我們現在是六道嘛 你的身體是個六道 你知道吧 你這個世界是六道 三二道三散 三散道裡邊有天人修羅 人嘛 你解脫的時候 你的氣脈會轉化 你的整個六根會開啟 轉化 轉化的時候 等於是六道會消失 知道吧 整個六道 人家連天魔道都會毀掉 知道吧 天魔道會地震的 知道吧 天人道也會 你會摧毀魔道 知道吧 怕你走 所以魔不怨你啊 天白無果房子就塌了 怎麼會讓你成道呢 所以為什麼天魔經常來阻止人成道呢 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你看 我們大家說 佛在靈眼鏡裡面講五十陰魔嘛 那天魔道它又不是寫著沒事 因為天魔道比人力高 知道 我經常說樹精野怪啊 狐狸啊 那些東西附在你體上 人會很容易察覺出來 有一點小生透就能知道你不一樣 你眉神頭拿肉眼看 都是覺得它像腹梯了知道 天魔附上你看不出來 為什麼 天魔比人力的等級高 天魔是光影 光你看不見像是一道光 你還覺得你開悟了呢 頭上冒光 那就是一粒生命知道吧 天魔道附在你身上 如果是一個蛇附在你身上 有宿命通的人馬上追出來 你身上踩著一條蛇 它能寫像的在光影 天魔不寫像 他會覺得怎麼看 你是人身上冒光 因為天魔比人力的等級高 他附在人體上 人的等級低 反而看見是 你附人家低 因為你拔在人家光裡面 是吧 因為你是有形有下的 人家是一道光 那道光完全能把你的意識 徹底轉化 但是你還不知道 所以天魔附體很多人 人的察覺不到就是這樣的 所以佛在五世陰魔裡面 開始 五世陰魔就 因為天魔等級比人力高 所以他附體的時候 這個修道者 馬上就有神通了 或者是他會出現一些境界 都是他以前沒有的 然後那個修行者 很容易認為自己正果了 對這樣就會迷失在天魔道 天魔道是比人力高的 在天人道的等級嘛 他也有善報的 但是佛說這個也不怕 這就是個境界嘛 你只要知道 任何境界都不是你的 原覺境界 你都在漏上就不怕 他跟著就跟著是吧 三個天魔跟著怕啥呢是吧 五個六個 天魔道也是六道嘛 才是欲見六道嘛 是吧 他就是個眾生嘛 你都不怕人力 你還怕天魔 你都不怕天人 也不怕地獄到惡鬼 你還怕個天魔 是吧 還有我們現在還沒修到 讓他家地震的時候 他還不來呢 因為你要出遇見的時候 你真的會影響到他 知道吧 影響到他的 因為跟你有緣的 就是會受影響 所以魔會搗亂你 天魔來搗亂你 因為佛特意的說天魔道 是因為天魔太厲害 比你厲害 所以你打不過人家 所以才提說 你能言咒了 然後你因為天魔喜歡情欲嘛 所以你持戒持得好一點了 因為在家人這個 就不太容易吃 天魔喜歡性啊情欲這一塊 他一般來你身上的話 你這個人就在這一塊特別強 就是在這一塊如果清靜 不是說佛弟子清靜嘛 他就不容易感召天魔 但是在家人 因為你一直在紅塵裡修嘛 持戒不經也很容易感召天魔 但當你修正到一定時候 所以需要閉關 需要隆天護法 需要能言咒護持知道嗎 所以佛說你能言咒可以 你要修得很好的時候 可以把能言咒帶在身上 不會念也可以佩戴嘛 但如果覺得自己還在人道的妄想裡 我覺得就算了 你也可以背著能言咒也可以念 我就說天魔還不來找你呢 也不要修了兩天半說老師天魔來了 你看看我找天魔了嗎 我說你就是個天魔 我不是這個意思 天魔也不是說是毒 就是個壞人啊 大家一聽就像看電影 老師天魔是個壞人 不是這樣的 天魔是六道之一 他就像你的親人也會抱怨你一樣 他也抱怨你 他不想讓你成佛 是吧 因為你成佛你會影響他 知道吧 影響他讓他不舒服 知道吧 但是他不知道 這就像 這就像你的孩子 就像你 我們是父母 你的孩子每天在外邊要吸毒 要遊戲 要賭博 要吃喝玩樂 你去管他 你不讓他這樣 你讓他去學真的 他不開心 他不喜歡嘛 是吧 你會影響他的享樂的享受 當下的享樂的嘛 是吧 你讓他學這個 你說 等我成佛了 我去度你 人家不行 那你說 孩子啊 你將來你這樣好好學習 你學好了 你會享受如華富貴 將來還知道我當下 我就想享受如華富貴 我還要 是吧 你當下都不讓我享受 我還不知道活到了 活不到 我未來還享受什麼 如華富貴 是不是 但是你永遠是在孩子 17歲或者20歲之前 你不想讓他變壞嘛 是不是 那你能管多久呢 是不是 但是人家老 你想讓你的孩子 不想讓你的孩子享受 如華富貴 人家孩子說 我今天就想享受 是吧 你給我錢我就想享受 我就能 你不是希望我未來這樣嗎 幸福嗎 我今天這樣我就幸福 是不是 但是你在你內心 你是叫他成人 做一個更好的 有能力 智力的人 所以父母都這樣嘛 我們成道會影響到其他道眾生 所以罵你是正常 繼續修 啥也不怕 很多隆天護法 很多護法都扶持 因為其他道有時候 我們看不見 他們來找我們 我們真不知道 沒神通嘛 有時候沒辦法 是吧 我們盡量 所以佛學那邊 佛慈戒 慈戒就很不容易 感召這些東西 砂刀營啊這些 你戒砂刀營 你就不容易感召磨刀 附體啊 比這些東西附體 而且正身正義 中正啊 而且身體要好 就是你陽氣主 也不容易感召這些六道的東西 當然有時候 你不管怎麼樣 你六道有緣嘛 有緣就是還是被感召過了 那來了再就來了嘛 是吧 怕啥 來了這所來了的事 沒來著就不要去想那些事 是吧 無所謂 反正六道都在這了 你也不是最高等的 但你在中間嘛 他們也不願意老找你 就像天魔兵你好 為啥覆在你身上 覆在你身上 覆在你身上 舒服嗎 那些毛巾眼怪婦女身上 她還做功德嘛 因為她的等級低 她覆在你身上 借你的陽氣啊 她可以做的功德啊 能修習圓滿 天魔比你高 她為啥覆你身上 除非她的好奇玩 遊戲啊 你看很多天魔覆在你身上 覆一段時間就走了嘛 她是玩 但有的就 她一般的加害都來得加害你 你比她等級低知道 她不會跟你玩的 所以她會把這次到處 你跟她的士兵 看起來 如果她就好 你看她的士兵 好嗎 你還好嗎 然後你再給她 我還好嗎 你再給她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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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好嗎 我還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